海外港人宣布明年举行流亡议会选举 学者质疑发起人欠缺号召力 香港国安法前年实施后 大批港人移居外国 一群身在海外的港人星期三 7月27日宣布将于明年举行流亡议会选举 以建立一个代表全球香港人的民主机构 但学者质疑发起人欠缺号召力 难以在全球各地港人圈子引起回响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报道 香港星岛日报前 驻温哥华编辑何良茂 何曾在香港创办多家电子企业的员工仪 2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 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 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为计划于明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制定规则 并设计和建立投票系统 希望借此鼓励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参与 概念倡议人袁工仪在记者会上指出 希望透过提出一套有效做法 让香港民运得以延续 而不会如89民运一样消亡 他说8964后在外国的人 基本上是一盘散沙 整个理念蒸发了 所以如果香港不组织起来 下场就会和他们一模一样 至于选民的资格 袁工仪说 初步想法是16岁以上 在香港住满7年或在港出生的人 全部有资格投票 也有资格参选 筹委会宪政游说 外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宣言 承认港人的公投自绝权 另外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相隔9年 再度审议香港人权状况 并于27日发表报告 批评香港国安法不服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委员会敦促港府废除国安法和煽动罪 避免使用这些法律 并释放所有因参与2019年 示威被滥告的人士 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质疑 香港国安法的条文模糊 缺乏机制 让被告挑战违反人权的措施 给予行政长官和警方过大权力 而由行政机关指定法官和决定 是否以陪审团审讯 以及严格的保释门槛 都明显削弱司法独立和公平审讯权利 报告也关注香港国安法容许案件 移送中国大陆审理 但中国并不是公约签署方 这可能令香港违约 香港特区政府在27日晚上 发表6000多字的声明 逐点反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 指委员会做出毫无根据的批评 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声明指出 当局在制定国安法期间 已全面考虑公约 并在香港国安法中 写入虚保障人权和坚持法治的条文 制定香港国安法 是为了让香港居民重新享有于 2019年6月至2020年初的黑豹期间 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国安法实施后达到预定效果 迅速和有效地恢复稳定和安全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 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 袁公怡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 宏极一时 但随着时间过去 如今已经过气 他发起明年举行流亡议会选举 恐怕难以在全球各地港人圈子引起回响 他说 除了一居海外的香港反对派支持者各有山头 不是很多人支持袁公怡 西方国家也都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袁公怡等人要成功游说外国政府承认港人有公投自绝权 简直是痴心梦想 陈伟强认为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香港人权状况报告 反而会对港府带来一定压力 因为香港建制派也有组织不同人士 在委员会会议上发生 但最终出台的报告却是一面倒批评港府 有损香港在国际上形象 避散口 这些市场做完美或训练 学校做完美或训练 做完美或训练